三百年历史的北京正义慈古戏楼 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室内剧场之一 见证了京剧表演艺术从诞生发展到辉煌的里程 京剧梅兰芳华为您呈现经典梅派者子戏 《抗金兵》是梅兰芳先生南迁上海后创作的 剧情是金人入侵宋朝 润州首位韩世忠与夫人梁洪玉共同抗金 折子戏中梁洪玉雷鼓驻战 又帅玉兵街战终于将金兵围困获得大捷 《贵妃醉酒》是梅兰芳先生精雕细刻的梅派经典作品之一 讲的是杨贵妃在百花亭百雁等候唐明皇 而唐明皇却转嫁西宫 因而贵妃失宠 独饮消愁 天女散发中描述了天女离开了仲乡国 在沿途所看到的景物 胖腔游慢而快 身段和绸带舞也是游慢而快 象征了在云端里风驰电掣的气氛 木鬼英挂帅彭义 讲述了杨满一家为抵御万物 酒精沙场年过半百的木鬼英更衣披甲接应寿命 英姿萨爽毅然挂帅出征 霸王别姬讲述了秦末汉楚相争 项羽被困于该下 听得四面楚歌 在营中与淤姬饮酒作别 淤姬自吻 项羽因无颜面对江东富老 也自吻于江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